恋爱是什么?为什么?让人深陷其中 恋爱是一种深刻而奇妙的情感经验 它在人类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角色 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日常生活中 都可以见到它的身影 然而,要解释恋爱的含义和深入其中的原因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 因为恋爱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 涉及到人类的情感、生物学和社会因素 首先,让我们来探讨恋爱的定义 恋爱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对他人产生强烈的情感连结 这种连结通常包括了对对方的喜爱、关注和渴望 恋爱的形式各异 有些人可能会体验到一见钟情 而有些人则可能是通过长时间的亲密交往 逐渐产生的情感 无论是哪种形式 恋爱都是一种对他人的深刻情感投入 他超越了单纯的友谊 而是包含了更多的亲密和情感交流 那么,为什么恋爱会让人深陷其中呢? 这其中有许多因素值得探讨 首先,恋爱可以激发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需求 人类是社会性动物 我们渴望与他人建立亲密的情感连结 以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 恋爱提供了一个平台 让人们可以与他人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联系 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 从而满足了这种情感需求 其次,恋爱也可以带来愉悦和幸福的感受 当人们与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时 他们通常会感到快乐、兴奋和充满活力 这种愉悦的感受来自于与对方的亲密互动 以及对爱情的期待和渴望 这种幸福感可以激励人们去追求恋爱 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和时间 此外,恋爱还可以激发人们的成长和发展 在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中 人们往往会学会如何与他人沟通 如何妥善处理冲突 以及如何更好地理解和尊重他人的需求 这些都是人们在人际关系中必须具备的技能 而恋爱正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场所 然而,除了这些正面的影响之外 恋爱也可能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比如,当恋爱关系出现问题或者失败时 人们往往会感到沮丧和伤心 甚至可能会对自己和他人产生怀疑和不信愿的情感 此外,有时候恋爱也可能会让人们盲目地追求爱情 忽略了自己的需要和价值 这可能会导致人们陷入不健康的关系中 总的来说,恋爱是一种复杂而多样的情感经验 它既可以带来愉悦和幸福 也可能会带来沮丧和挫折 然而,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影响 恋爱都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激励着人们去追求幸福和满足 同时,也让人们更加深入地理解自己和他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讲期调 转发 打赏